尼仲临结以后而发取的菩提 看经文 那么前面的佛陀位的大爱道比丘尼 跟耶稣的比丘尼受祭以后 这两位比丘尼跟他的建筑 皆大欢喜得位成有 就在佛前就发愿 他说伟大而尊贵的导师 你老人家作为人间的皈依 那么你老人家 那连善巧方面来说法安稳天人之心 我等听到寿祭以后 内心安稳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自知当作佛 就感到安稳 那么诸比丘尼说完祭以后 就白佛言说 四孙我等一人于他方国土 就是辟开的 说佛世界五着二十到七方 清净的国土来广宣 我们看整个声闻地址 到目前为止 都是不愿意在说佛世界 五着二十红洋画画景 这个理由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佛世界 进入五着二十以后的根基 就是本身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呢 善根转少多真善慢 就是你缺乏中到实相的善根 你看有些人 你刚才讲中到实相 你讲半天他没有办法接受 他永远要选边的 你要讲空性他可以接受 你讲有相他也可以接受 你要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一切法 急功急俩急中 他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 善根转少 所以诸位你们今生学完法华 竟然你来一生 不管在说佛世界 或者到极乐世界 你在接到中到实相 你就相对容易接受 那么到了孟法时代 第一个 大家思想开始偏激了 走上的恶分空有的对立 第二个 更糟糕又高慢 所以就很难教化 这个是从众生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 从种姓来看 欧依达士说 菩萨种姓 他在因地修学 他的特点 李观强 世修弱 菩萨基本上喜欢广学多文 所以他整个成就法生以后 他对教化众生 这个事物外变 是他的专场 那么三文仲的特色是什么 他李观弱世修强 他禅定 三昧 这是他的特色 就是要显神通 菩萨不是生文的对手 所以从教化众生的角度 生文地底的确是他的 比较薄弱的这一块 所以他不敢去挑战 这么难度的众生 说这个孟法时代 上根转少多真上满 所以佛陀只能够期望于 法生菩萨 我们看佛陀是怎么个期待 看乌恶的命欠使 那个欠使呢 就是佛陀用默然的注释眼光 来劝勉以会的法生菩萨 在末法时代受制流东华华经 用暗示的方式 好 这个地方有两段 第一段是长行 长行当中又分两段 先看第一段的菩萨寝赐 看经文 二十 世尊是八十万亿 那有他诸菩萨摩赫萨 世诸菩萨皆是阿维约志 转不退法轮 得诸托罗尼 急从做起 至与佛前 一心合掌而做事念 若世尊告斥我等 实说此经者 当如佛教 广宣似法 复作事念 佛今默然 不见告斥 我当云合 那么这段经文是说明 以后的法身菩萨 他心中祈求 佛陀给以明确的指示 我们看是什么情况 二十 那么佛陀跟这个 比丘尼受完祭以后 佛陀就把他的眼光 就注视到 以后的八十万亿 那有他这些法身菩萨身上 但是佛陀那个时候 是保持默然 并没有说话 那么在一注视的时候 当然 佛陀的任何动作 都一定有因缘的 这些菩萨是什么情况 从智力的角度 都是不退传 八业为止 大政不退传 往前处说 叫做出地 往深处说 叫做八地 无共用恨 至少是出地到八地 这是从智力的角度 从力他的角度 转不对法轮的诸佛陀罗尼 他们都能够开选 中道的实相 而且内心 种植一切的 全法的要义 全十二法都是通达的 那么这个法身菩萨 被佛陀这么一看以后 就知道佛陀可能是要鼓励他 出来 承担弘扬法华经的重责大人 就站起来 到佛前 一心合掌 那么心中就这样想说 如果士尊这个时候开口 明白地告诉我们 未来在索婆世界 五座二十当中 能够受持红传法华经 我们一定会顺从佛陀的教诲 来广宪施法 那么他动这个链头以后 又动到第二个链头 但是为什么我们站起来 合掌的时候 佛陀还是保持默然 而没有明白的指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这段经文 我为大师说 其实佛陀的心理 是寄望以法身菩萨的 因为声文弟子 虽然他入了法身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到 说佛陀世界来弘扬佛法 那么但是为什么佛陀不明白的告示呢 我为大师说 这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 上来佛陀赞美人法 示意以足 不凡复也 佛陀在法师品里面 不断地赞叹 弘扬法华经的人跟法 道理讲很清楚的 佛陀不想再说了 第一个 第二个 为将五身文 他方之宴 故步称阳 因为以会的不是法身的菩萨 还有声文弟子 那么如果佛陀开口 要求法身菩萨 在末法时代 弘扬法华经 那么在座的声文弟子 就会感到压力了 所以为了江户 声文弟子 他方弘法之宴 所以故步称阳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希望法身菩萨 你主动地表态 因为你主动地讲 声文弟子没有压力 他反而会产生一种 效法 那么佛陀指定你 出来弘法 那么没有指定声文弟子 那某种程度 对声文弟子会产生压力 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 希望你主动地发愿 因为我该讲都讲了 所以佛陀就默然 我们看更二的顺佛法使 这个弟子们 当然就明白了 就开始发愿了 看经文 十足菩萨 敬顺佛意 并于自满本愿 便于佛前做狮子吼 而发誓言 师尊 我等于如来灭后 周旋往返十方世界 能令众生书写此经 受持赌诵 解说其意 如法修行正义念 皆是佛之威力 威愿师尊 再于他方 摇见守护 那么法生菩萨在佛陀 默然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佛陀 希望他们主动地发愿 那么他发愿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尽顺佛意 就是既然佛陀要我们承担 我们当然就是 尽顺佛陀的教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自满本愿 这是主要因素了 我们凡夫 在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强调的是 智力 就成就清静一心 成就法生 但是到了法生以后 你的重点开始转成菩提宴 因为你要成就因化生 所以 那你要成就因化生 当然你一定要发愿去广度众生 要广结善严 你以后的国土才有建属 所以他一方面尽顺佛意 一方面 希望能够满自己因地所化的菩提宴 所以在佛前做师之后 就是内心 非常的坚定 无所畏惧的立下誓言 他说 世尊 我等于如来面后 到了五卓二世 我们将周旋 周遍往返于十方世界 当然这个十方世界 也包括了娑婆世界 那么而且以善巧方便 来使令众生 发心书血 受持法华经 乃至于读诵法华经 乃至于为人解说 如法修行 最后成就心中的正念 其实整个法华经的重点 在于成就正义念 就是改变你的思考模式 比如说 当我们拜善的时候 我们站在清静心 菩提宴的角度来拜善 业障时如梦如幻 当我们往生的时候 我们知道 极乐世界存在我们心中 也就是一个影像 这就是一个一心三观的思想 那么这影像就 祈求佛陀 皆是佛之威力加持 为焉世尊 在于他方 遥见守护 遥见守护 所以法生菩萨的 弘扬佛法有两个因言 第一个 他自己的菩提业力 第二个 来自于佛力的射手 希望佛陀来射受他 来开他的智慧 来帮助他能够弘扬佛法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 整个残行就结束了 我们看极乐的重受 重受当中 混成三段 第一个 更衣 安忍之道 那么在 末华当中 弘扬法华经 我们有说过 这个根基是有问题的 它不是一个 容易教化的根基 所以未来会发生 什么样的障碍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去面对 这个地方就讲到 安忍之道 这地方有三段 先看信一的 二世红经 看经文 即使诸菩萨 据同发生 而说即言 唯愿不唯虑 与佛灭度后 恐怖恶事中 我等当广说 这一段是一个总标 那么 法僧菩萨 这个时候 就同时发生 就讲这个寄送 我愿世尊 你老人家心中 不要有忧虑 不要忧虑什么呢 不要忧虑佛种的断灭 因为在佛灭度以后 那么众生陷入的恐怖 这个恐怖指的是 外在的环境 有各种的灾难 二世指的是我们 到孟化时代 内心的烦恼邪见 也比较赤胜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等当广说 我等当医子菩提燕丽 来广泛地先说 法华经的 依佛城的庙里 这个是一个总标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心恶的 所忍之境 所忍之境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有诸吴智人 恶口骂力等 极家刀杖者 我等皆当人 那么所忍之境 是法身菩萨 他先议测 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是他议测 未来在末法时代 你要为你的同窗道友 讲中道实相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的状态 先议测出来 能够提前的防范 第一个 就是外护基士的障碍 那么基士在面对 中道实相什么障碍呢 有诸吴智人 恶口骂力等 基士对佛法的修学 基本上是片段 所以他基本上是 有很坚固的法律的 那么听到说 万法为谁一心 他就不高兴了 就怎么样 恶口骂力 甚至于诽谤 乃至于用刀杖来伤害 这个洪华者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法身菩萨应该怎么办呢 我等皆当人 我们一般在家祭祀 学佛 大概就在佛法当中 写个一招办事 喜欢拜占就一路拜占 我们在一开始修学的时候 不是全面修学佛法 喜欢做义工的 就一路做义工 喜欢辞戒的 就一路辞戒 就是在痛苦当中 抓住一个单一的法门 靠这个法门的功德力 来给自己一些 消业上征服费的机会 那么 当然这样子 刚开始就是靠信仰 没有什么理官的智慧 那么 这个时候你突然间跟他讲说 你不要以为说 法力不可思议 其实你能力的心也不可思议 你的观念如果改变的话 你可以变成一种互动 就是 把单向的修学变成双向的修学 比方说你练过 我们一开始是 我是业障凡夫 我都是万德庄严 那怎么办呢 我就通声靠道 我什么都不是 那么你跟他讲说 你不要认为你什么都不是 其实你的因地有佛性 你能力的心 是清静的 是具足的 那么你所念的佛 只是脱比佛力 来开启你自信的功德 那当然这样就更圆满了 就是把单向的修学 变成双向的修学 人力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 这变成两种力量 外力跟内力的结合 但是如果说 有些人对于 法力的执着特别重 排斥心力不可思议 他可能就毁谤 来自于各种伤害就出来了 这是法身菩萨的第一个意义 来自于外护即使的障碍 第二段就是佛门内部的毁谤 因为七世基本上就比较单纯了 就是没有智慧 这是第一个 但是佛门的问题就复杂了 我们看看第二段的 白志佛门内部的诽谤 这地方有四段 看经文 第一个 真上慢 那么在佛事中的比丘 他很可能怎么情况 邪至心残取 就是心中有邪见 而且他内心是虚伪不死的 他表现装出一种修行的样子 那么魏的魏魏的我慢心充满 他认为自己已经成就大功德了 其实不是 他完全是把自己给高举了 这个一个人会真上慢 比如说你一个人非常懈怠 都不做功课 我看你也起不了真上慢 真上慢 这个人基本上是有做点功课的 那么甚至于在佛法的修学当中 有点稍少的心得 然后呢 然后就得少为主 就觉得这样自己不错了 因为他看佛教 他没有全方位的 从一念心性 急功急脚 集中来看佛教 他是从一种单向的 修某一个法门 成就某一种功德 然后产生得少为主 那么产生真上慢 真上慢的危险就是说 他容易办法 他容易办法 这是第一个来自于真上慢的障碍 第二个我们看修古恨的情况 那么第二段呢 也是法圣菩萨对未来的情况的一言 他说啊 有一种人是阿兰多 他引离了世间的城牢 到寂静处去修学 他怎么修呢 纳意在空闲 他穿着破旧的衣服 那么自卫行真道 就自己这个是修的 修古恨是修行唯一的真实道 所以呢 内心就倾建这些 在世间弘扬佛法的法师 就说里面这些法师都是放逸 攀免 那么这是第二个 就是以修古恨 执着古恨呢 而清建弘华的法师 这是第二个 看第三段 贪力养 贪着力养故 于白衣说法 为世所恭敬 如六通罗汉 世人怀恶心 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脸若 好出我等过 而作如是言 此诸比丘等 为贪力养故 说外道论意 那么贪力养呢 就是属于 他这个也是一个 红法的法师了 跟前面的修古恨 曾上漫了 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这个法师呢 贪着力养故 那么平常跟白衣说法的时候啊 他的目的呢 为世所恭敬 追求别人对他的供敬供养 如六通罗汉 他把自己当作六通罗汉 阿罗汉 他是一个应供 他接受人家的供养是应该的 所以他把自己认为说 他自己得到应供 是得到供养是应该的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人啊 世人怀恶心 他心中有贪秤的烦恼 常念世俗事 平常也是经常意念 财色名三种有弱的敬言 贾民阿罗洛 虽然住在山中 其实只是表面的寂静 他内心其实不寂静 那么这些贪求力养的法师呢 耗出我等过 容易去批评啊 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他怎么批评呢 此处比丘等 为贪力养故 而说辞外道的论义 他把这个万法维持一心的忠道实相 当作是外道的论义 而且说 好 我们看 看下一段 自作此经典 狂惑世间人 为求明文故 分别于世间 常在大众中 欲毁我等故 向国王大臣 婆罗门居士 急于比丘众 诽谤说我恶 卫世邪见人 说外道论义 第四种是邪知见的 那么这种邪知见的 就说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是自作此经典 自己编辑的法华金 那目的呢 为了狂惑世间人 这些法师 为了追求明文立养 才去分别解说法华金的 那么 并且常在大众中 为了毁谤 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就向这些国王大臣 有权势的居士 或者有地位的婆罗门居士 乃至于奇异的诸比丘众 就毁谤说我恶 就毁谤这个法师的 种种的过失 说这些法师都是邪见之人 说外道的论义 好 那么这个是讲到 邪知见的毁谤 好 我们看第三段的总结 那么法山菩萨在一言前面的 各种的毁谤障碍以后 他也提出他自己怎么面对 我等尽佛故 惜忍是诸恶 就是说 我们为了尽顺佛陀的教诲 既然佛陀要我们在 末法当中弘扬法华金 我们就尊重佛陀 只要是靠着尊重 就皈依 我就能够安忍前面的 种种过失了 那么即便这些人 用轻贱的言识来说 如等皆是佛 这句话其实说的是有道理 但是他这个口径是一种畸形 你们这些弘扬法华金的法师 都已经是佛了 那么如此的轻慢言识 我等皆当忍受 这段的意思就是说 在末法时代 你跟你的同参道友讲 人天的善法 有向的修学 他很容易接受 他说你做义工 你身体会好 你拜占 你消业障 他马上就接受 这是有向的修学 或者你讲一些恶政的解脱 这样无常无我的智慧 进入到一种我空的涅槃 他也可以接受 就是想空能力接受 想有容易接受 这种恶言对立的法师 容易接受 但是你讲一念心性 即空即假即中 从一念心性看人生 常懂常别 这种不失意见 是很容易很难被接受的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是这个意思